梦到发大水是什么意思 梦到爬山又意味着什么 梦千奇百怪 梦变幻莫测 梦到追赶 梦到飞翔 美梦和噩梦跟现实生活有没有关系 梦是不是空向神秘未知世界的桥梁 敬请收看城市系列节目梦的解析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我们的城市 我是老梁 今天呢我们继续说这个梦 人类之所以对做梦这事非常好奇 就是因为这个梦里边有好多的东西 是现在科学无法解释的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还没整明白 那么同时还有很重要一点 就是做梦和现实之间 经常出现一些在一些奇妙的巧合 而这种巧合呢 你自己呢 又解释不清楚 神奇的梦境是否给人创作上的启示 迷离的梦境为何事后发生惊人的巧合 梦真能给人灵感吗 请继续收看梦的解析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 我们已经见到了来自山西的两位大夫 冯明和他的夫人张文宏 这两口子研究梦已经研究好多年了 他们也确实啊碰到了各种千奇百怪的梦 梦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讲 这两口子亲身的一段经历 二十年前冯明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到了一条小小的蛇 我就看到这条小蛇不是那么太 一般人见到蛇就挺害怕的是吧 当然绝对这条小蛇也不害怕 还挺可爱的 而这条小蛇呢 在三个水池中游动 基本上从一种品质性的分布 就从第一个水池子里旁边呢 就钻到一条小蛇 这一条小蛇本来要游到第三个池 三个池子 但是他却突然游到了第二个池子里 当中觉得最预示的什么 出于职业本能 冯明醒了以后琢磨了半天 觉得这梦有点意思 猜想会不会跟妻子怀孕有关呢 后来我马上告完了 我说可能咱们孩子要早产 冯明做出了一个决定 马上送怀孕代产的妻子到医院 那么为什么冯明会意识到这个梦 预示着孩子要早产呢 冯明当时分析自己的孩子属蛇 小蛇也就象征着孩子 而三个水池子则代表一个月的三巡 本来孩子预产期是三个月底 也就是小蛇应该到第三个池子中 而小蛇算到了第二个池子 也就意味着到了一个月的中巡 是早产的暗示 不知道怎么当时就是有这么一段预感 您可能会很奇怪 冯明为什么能够这么敏锐地意识到梦的弹意呢 原来在这个时期 冯明正在与妻子张文宏和写一本书 《百病悉梦疗法》 此时的冯明对梦临梦和疾病的关系 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 虽然写书的时候 无暇顾及妻子的身体情况 但是潜意识里 他已经对妻子可能的早产有了判断 后来果真小孩到了三月十九号 三月十九号就出生了 冯明告诉记者 说他现在对于自己做的梦啊 他基本上都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他是怎么做到呢 他就是坚持啊 每天写做梦的日记 一般头天晚上做一个梦 他觉得印象很深刻 赶紧把它记下来 然后呢 再跟后面发生的事啊 现实当中的事 进行对照 进行分析 时间长了呢 就把自己做梦的规律啊 给摸清出来 话是这么说 可是想做到这一点呢 太难了 他的妻子张文宏啊 也做过一个梦 张文宏在怀孕期间做过一个梦 梦业自己和一个非常要好的同事 俩人各抱了一个西瓜 一前一后的走着 就他抱着在我前头 我抱着这个西瓜 就给摔在地上就给打了 那位同事 抱着西瓜摔碎了 什么意思呢 张文宏想不明白 当时我在梦里头 我就心里头一惊 我一定要把我的这个西瓜保护好 不能让他也摔了 但是过了几天 他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 真的是没有过几天 这个孩子在出生以后 在出生的这个过程中间 出现了这个心上窒息 没抢救过来就死亡了 很明显 梦中的西瓜碎了 暗示着可能胎儿 有危险 所以后来我回想这个梦 它其实有个提示的一个左右 张文宏有些后悔 如果早知道这个梦的意思 早告诉同事去检查 不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不幸了吗 可是梦中这样的暗示 未免太淫晦 一般人很难猜出来 演员江武在他的妻子临产前三天 做过一个梦 我记得是生我闺女的什么 江武梦见一座山 山上有一个洞 一个小孩儿 往外爬 梦中的孩子穿得穿得金光光灿灿灿 模样模样特别喜喜一惊 就在这个美好的梦 做完以后的第三天 江武妻子顺产了 城市记者把江武这个梦 讲述给心理咨询师严昊 严昊说 江武梦中的景象 其实就是一个象征 象征孩子从产道中出来 城市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不光冯明张文宏 还有江武 做过这种暗示性的梦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许多人也曾有过类似的体验 梦见我同学 就说第二天我俩去买包 结果第二天 他去了商场以后 就选择我梦里面梦的那种包 我遇到一个人 很久不见的一个朋友或同学 我跟十一年没联系呢 他有可能过一个两礼拜 非常偶然进我们联系上了 冲击起忘了拔了 然后电池冲过头了 然后晚上做宝时候也梦到了 就是这样的事情很多 记者在一座公园里采访时 遇到了李女士 她在多年前的一个早上 梦到了自己的母亲 那个时候她在北京 我在甘肃嘛 结果早上六点多的时候 我就做一个梦 就是梦见我妈妈穿了一个 长长的白色的睡袍 然后就那样就朝我走来了 然后我就醒了 醒了以后我就挺不 心里挺不痛快的 梦到自己的母亲 为什么会心情不好呢 因为我妈妈跟我讲过 她妈妈去世的时候 她就做过那么一个梦 就梦见我外婆也是 就是穿了一个打白的睡袍 李女士的母亲 做了这个梦的当天 她的外婆就因病去世 所以我一醒来 就想到这个事情以后 我就心里挺不 挺不安的 也挺不愉快的 李女士想 自己的梦和母亲 五十年前的梦 竟然如此相似 这让她有种不祥的预感 然后下午就接到家里的假期电报 就说我妈妈病病危 让我赶紧回去 这个应该说是有点预感 当时李女士仍在甘肃 而她的妈妈在千里之外的北京 那天早上 李女士的母亲起来上厕所 结果脚下一滑 一想的摔倒在地上 突发脑衣讯 当时是凌晨六点 这和李女士早上做梦的时间 竟然大致相同 人和人之间 其实在心理上 是有一种感应的 越是亲近的人 他们互相之间 在心理上的一种 相互的感应越强 这是一个好像蛮普遍的心理现象 就像过去 我们有一个故事说 说曾子非常孝顺 然后呢 她上山去打台的时候 她母亲在底下摇手指都摇痛了 她就会觉得好像 好像哪不对劲 她就要回家来看一看 新人之间呢 会有这么一种感应 科学家在长期的探索过程当中发现 这个梦境与现实当中的巧合 是人大脑特有的一种潜能 也就是说 当周围的自然界的事物 发生变化的时候 生物场也跟着发生变化 而这种变化呢 会被做梦这个人的生物场啊 感知到 当然呢 这个说法也仅仅是一种说法 现在为止呢 还没有被科学证实 这也恰恰说明啊 在对梦的研究这个领域之内啊 还有太多人类未知的领域 心理咨询师赵燕成 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 他有一个好朋友 这位好朋友 有一个八十多岁的爷爷 当时正生病如愿 梦中 这位好朋友 给赵燕成打了一个电话 我在中午睡觉的时候 梦中突然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我爷爷去世了 然后我就在梦里头 我就问他 就说那你用不用我 那个帮帮你什么的 他说不用了 我就是告诉你一声 接着我就醒过来了 梦醒以后 赵燕成犹豫着 要不要给朋友打电话 如果突然问起他爷爷的病情 他发现得太冒昧了 周大哥隔了一个多小时 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我爷爷去世了 梦境和现实 发生发生巧合 许多人都有体验 但是人们至今 无法确切地揭示出 其中的关联性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要说 一点都无法解释 也不尽然 这种东西 体确是存在的 只是由于我们 现在的人 活得太意识化了 或者就是说 我们完全活在一个 逻辑思维的世界里头 我们往往放弃了 我们过去的那样一切 感受这个世界的这个方式 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 对于人和人之间的这种 思统思维和感觉传递 朱建军教授 也有亲切的经历 虽然不是在梦中 但是他认为 我们都生活在生物场之下 随时会接收到别人的信息 有一次 朱建军接待了一名女性来访者 出于保密原则 不能告诉你是谁 或者什么人 这位来访者 在讲述自己的状况时 朱建军突然感到不适 我就突然一边听一边 就觉得我的小腹不舒服 我发现我的小腹 好像很凉 然后很空 很难受 对于这种奇怪的感觉 朱建军很诧异 他猜测 这会不会与这位女性来访者 自身的经历有关呢 然后后来我就体会 我说这像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体会了一下 我觉得像流产 于是 朱建军向来访者询问 是否有过流产的经历 而且是创伤性的流产经历 那么后来证实了 他说是 因为他有一个很大月份的银产 然后当时大出血 然后他家死了 失血很多 然后我听完以后说 我就对了 那跟我当时感受到的是一样的 朱建军为什么会与来访者产生这样的感应呢 这就是说因为我对他特别的关注 我们不要把他去进行一种迷信的理解 因为有一种神秘的鬼神啊 什么之类的 没有 他就是一种基本的一种 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相互的那种感染力吧 这个有点像我们的情绪感染 你比方说啊 你身边坐着一个挺快乐的人 就是没有跟你说什么 你也觉得这人挺喜悄 每个字的 如果你身边坐一个当时心里非常愤怒的人 你也能感觉得到 这人啊 跟火药同事的 别惹他 就沾火就着 这个就叫情绪感染 有人管他叫啊 第六感 其实说白了 就是直觉 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第六感觉 心理学家认为 现代人活得过于理性 只相信亲眼所见 逻辑推理 对一些感性的东西 往往忽视 我们的这种潜意识 梦会把潜意识里的信息放大 梦就有这种放大的作用 心理学鼻祖弗洛伊德 把心灵比喻为一座冰山 浮出水面的是少部分 代表意识 而埋藏在水面之下的大部分 则是潜意识 他认为人的言行举止 只有少部分是意识在控制 其他大部分都是潜意识所主宰 就是除了我们意识 能够意识到的信息之外 我们还接受到其他的很多很多信息 当一个人处于正常状态下 难以挥折潜意识的运作 而梦是最好的观察潜意识活动的管道 这些信息我们没有感觉 没有没有 可能没有意识化 我们意识不清楚 但是我们潜意识很清楚 他接受到了 因为我们的潜意识里边 有一个蓝图 有一个心理地形图 我们会自觉不自觉的 按照那个图来走 心理专家非常重视一个词 就是潜意识 我们人类很多行为 都在受潜意识控制 只不过自己你不知道 你也感觉不到 那么这潜意识 到底是何方神圣 很难用明显的话语说清楚 下面这个梦却非常明显地暴露了人的潜意识 心理咨询师王凤香 接得过一位男性来访者叫张青 张青是一名普通白领 他经常做这样一个梦 他经常在梦中看到熊熊大火 火浪像红色的巨蛇要把人吞噬 大火逃的人焦躁不安 在梦境中 张青在战场上作战非常英勇 打死了好几个敌人 就是两方在打仗 在打仗 那这个时候呢 有一方的人呢 看着打不过另一方了 怎么办呢 这时梦中的张青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他就引了一个炸弹 自己自爆 自爆 你这个时候呢 这个炸弹一爆 然后轰轰就是大火 这个战火的梦 张青梦到了好几次 每次他都非常英勇 每次都是寡不敌众 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 这个梦从心理学上 究竟该怎么解释呢 其实他心里的一个冲突 一个冲突 那么这个时候呢 解决冲突的方式 他解决冲突的方式是什么呢 当我不行的时候 我就自爆 心理咨询师王凤湘 接待这位叫张青的来访者 发现他这个梦啊 关于战场啊 大火这梦啊 其实是他潜意识的一种心理二世 那么这个潜意识是什么呢 经过仔细的询问呢 才知道 这个张青啊 在单位里边啊 跟他的直接领导啊 关系并不好 而且他这个领导呢 心眼小 知道这个事儿 给张青穿小鞋 所以张青心里这个郁闷 领导嘛 你还弄不过他 他觉得这边啊 生的伟大 活的憋气 就这么郁闷长了之后呢 他心里就形成了一种潜意识 我小哥们定不过你大唇 我想怕我得跟你同归于尽 所以这种心理暗示啊 就直接影响到了他做梦 梦境 能够折射人的心理 这是弗洛伊德心理学 其实的一个 在一个基本原理 二次大战前夕 弗洛伊德的大弟子荣格 对当时的时局非常担忧 于是做了这样一个梦 当那个欧洲二次大战即将发生的时候 他就做到了一个梦 就是在这个西方的土地上 有一只红色的猛兽出现了 在荣格的梦境中 这个红色的猛兽非常凶猛 他将把西方这片土地都给毁灭掉 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梦 他就感到了很大的不安 然后他感觉到了 可能会有一场战争的爆发 结果接着不久 二次大战就爆发了 那么那个猛兽其实就象征的是 希特勒 以一种挺毁灭的方式 开始进行了这样一次二战 关于梦境和现实之间的高度巧合 有许多真实的事件 到现在也没啥解释 你比方说三十年前的今天 也就是1979年的5月22号晚上 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新兴大敌事 有一个美国中年男子 又被同一个噩梦给惊醒了 这个梦呢 他已经连坐了三天了 内容完全一样 什么内容呢 就他梦到美国航空公司 一架大型客机 发动机发出特别奇怪的声音 结果起飞之后不久啊 栽到地上爆炸 这个梦他连着坐了三天 他心里头啊 觉得特别不舒服 所幸呢 这次对这个噩梦惊醒之后啊 他就给美国联邦航空局 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们 我做了这么一个梦 这个中年男子名叫大卫布斯 是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副经理 他在梦中 清晰的梦等了飞机尾部的 美国航空公司标志 包括飞机尾部的发动机 美国联邦航空局的技术人员 杰克巴克 很快就确定 这很可能是买到DC10型客机 美国联邦航空局接电话 这位啊 叫杰克巴克 在这块工作呢 已经有30年了 可是呢 头一次接到这种啊 做梦来预测空难的电话 但是这杰克巴克还挺紧身 虽然他也不大信这个 但依然呢 给这联邦航空局啊 亚潭大办事处 打了个电话 把这事就说了 可是呢 做梦这位啊 大卫布斯 他在梦境当中啊 没有看到这飞机的注册编号是多少 哎 什么叫飞机注册编号呢 就像我们的汽车牌照 你说你都不知道是哪架飞机 人那么多飞机呢 这美国航空公司总不能把所有的 卖到飞机都给撑飞了吧 所以他这件话 白打了 灾难就在大家的忐忑中来临了 1979年5月25号 也就是大卫布斯连续做噩梦的第四天 美国航空191号搬机 买到DC10型客机 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准备起飞前往洛杉矶 当时天气晴朗 刮着四级西北风 飞机上有258名乘客和13名机组人员 乘客中有不少人是干网络索身机 参加出版商年会的芝加哥文学界人士 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这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5月25号这天 比平常还都忙 那么这架191号航班 这麦道飞机呢 已经飞了大约有七年了 这机长和副驾驶啊 都是五十岁上下 对于飞行员来讲 正是年富力强 还非常有经验的时候 而且这架麦道客机呢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啊 是世界上最大的客机之一 最多能容纳270名乘客 下午15点02分 191班级开始在跑道上加速发行 就在飞机拉起机头脱离地面的时候 飞机左侧的一号引擎忽然突落 并砸在跑道上 但是飞机并没有时空 还在继续爬升 这个时候 塔台控制人员和机组人员 都发现了这一紧急事件 这时已经进来不及了 在距离地面一百多米的位置 191班级突然机头向左倾斜 在108米的高度 一头栽向地面 也就是在比331秒之后 触底爆炸 并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球 机上270亿人和地面的两个工人 全部丧生 这是飞机在空中倾斜的实拍画面 这是触底爆炸之后的巨型火球 这是事故现场的残骸 这个事故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空难之一 虽然事先有预警 可是最后灾难还是发生了 而且发生这个过程 场景和大卫不辞做那个梦 几乎是一模一样 事后经过调查 才知道原因是什么 维修部门 在维修飞机的引擎的时候 违反操作规程 造成这个引擎和机翼没有固定到位 等起飞之后 引擎由于推力过大而脱落了 才造成了这次灾难 结果这次空难 使卖到公司的股票 直接下跌了20% 销量大减 后面的事 咱们不少朋友都知道 1997年 被他的竞争对手播音给收购了 2000年 美国上映的电影《死神来了》 引起了轰动 这是一部灾难几种篇 高中生埃里克斯 与同学一起 准备乘坐飞机前往八平 飞机起飞前 他预感到了 飞机将要在空中爆炸 惊恐弄分的埃里克斯 因此大声吵闹 告诉人们 飞机将要坠毁 埃里克斯的同学和老师 都不相信他的大喊大叫 人的同学趁机过来修理他 机舱里打成一片 最后 埃里克斯和其他六名乘客 被赶出了机舱 半个小时以后 埃里克斯担忧的事情 真的发生了 这架客机在空中爆炸 所有乘客 无一生还 神奇的梦境是否给人 创作上的启示 迷离的梦境为何事后 发生惊人的巧合 梦真能给人灵感吗 请继续收看梦的影迹 我们做这梦啊 为什么和之后的现实 经常会出现这种高度的巧合呢 到现在为止 科学家也没有完全研究明白 那么说到梦的神奇之处啊 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 它有很重要一点 那就是它给我们人类提供了灵感 你要看历史上很多的科学发现 科学发明 包括一些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思想的发现 都是跟梦有关的 缝纫机的发明者爱丽丝 在研究的最后关头陷入了困境 它怎么也解决不了针孔问题 苦思冥想的时候 它睡着了 梦见有一个印第安人 然后拿了一个长毛 然后说你再不把缝纫机设计出来 我就同刺你 然后他就很害怕的看着那个长毛 结果发现长毛的那个尖上 有一个洞 受到梦中长毛的启发 他把针眼设计到针尖上去 缝纫机就这样设计出来了 同样的 德国化学家门吉列夫的元素周期表 也是在梦中得到的灵感 这就是梦的创作力 创造力 梦的创造力 因为我们在意识层面 我们意识思维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文字思考 这个文字思维是线性的 就因为什么所以什么 那么我这个梦就是这样子的 它没有语言的逻辑 它不用语言这种线性的 因为什么所以什么 它就是画一个片面 画一个图像 一个图像的来出现 那么这就导致呢 这个人的这种 能够完全打破人的那种固化的思维 逻辑化的思维 除了科学家 还有一些大艺术家承认 他们确实从梦境当中啊 得到过灵感 你比方说著名的作曲家 布多芬 他晚上的时候啊 坐在多脑河旁边 看到潺潺流动的河水 晚上回家之后啊 他就做梦就梦到多脑河这个水流啊 就有点像音符的这个高低起伏 就仿佛啊 在梦境里边 这个音乐已经奏响了 被动粉起来之后啊 就根据做梦的记忆 把这曲符啊 一点点记下来 这就是后来文明世界的命运 那么对于这种非常奇特的心理现象 心理专家又给出了什么样的解释呢 所以实际上梦呢 就是我们那种原始的 本能中早就有的这种 实际上思维能力 只不过在一些特定的情况 在我们做梦的时候 这种能力又一次复苏 然后它就会给我们很多的这种 很神奇的一些启发 所以实际上人类都有这种能力 只不过就是说 我们一般人这种能力被覆盖了而已 做梦的时候它就出来了 就这么回事 中国学派有一位很有名的精神分析师 他就是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史丁文斯 他说过一本书 名字叫《人类梦》 提出了一个非常崭新的观点 他认为啊 在我们人类二百万年的发展历史当中啊 在大脑当中 遗存下来大量的深层潜艺术的这种碎片 也就是说呢 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啊 有存放了二百多万年的 这种电影胶片的碎片 那么做梦呢 所谓的梦境呢 就是把某个碎片捡起来 重新再放一遍 就好比我们呢 每天早上和下午看到的 我们的城市节目 那其实啊 是我们城市节目的重播 总而言之呢 我们看 不论是这个生理学家 心理学家 人类学家 物理学家 他们都在智力研究 人家做梦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到现在为止呢 还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 能把人做梦这事 探讨了一个究竟 每个人呢 都好奇之心 我反正是啊 满怀着信心 等待着做梦 梦底揭晓了那一圈 他只是一碗普通的面条 永远是 在我们这一生 可能是离不开的 无数数的人 为他吃梅 九天的时间 每天都来 吃了八碗了 无数的人 为挖到这个宝藏 温乎 给一百万 我也给你 不够 地方小吃 能否叫板 洋快餐 城市调查 拉面淘金记 好 感谢您收看 由老梁主持的城市节目 明晚19点53分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